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餐会 陈奎证实了住宅政策周四拍板 房贷补贴拟每月入账 陈奎于13日证实 在16日行政院会上将拍板完整住宅政策 据悉在房贷补贴部分内政部初步规划 补贴对象为名下警一户自用住宅者 设有排付条件 另外采取每月定额 直接拨款到账户中 估计40万户渴望受贿 行政院会就相关的住宅政策 做最后的拍板 这里面就包括了 让民众都能够租得起 住得起 而且也能买得起的一个计划 特别是在疫后经济与 社会任性强化的努力上 希望让弱势民众在居住的问题上 得到比较妥善的照顾 详细的内容会在周四后的院会 再跟大家宣布 据悉内政部届时将提出完整住宅政策 协助民众租得起 住得起 买得起 预算不止包括疫后特别预算 也会向政院争取公务预算支持 至于使用权住宅 据悉属于中长期延益的方向 非短期优先政策 陈奎将听取 房贷利息补贴方案等 住宅政策专案报告 敲定特别预算 框列总经费额度 定额补贴金额 适用补贴所得条件 补贴范围等 并将全案提至 16日行政院会派办定案 据了解所得条件日前程考虑加户年所得150万元以下 是否才此 所得条件将和其他条件门槛勾击 未来补贴将设定上线和下线门槛 上线以台北市新北市 其地县市等三大区设定门槛 知情人士说 例如台北市上线贷款额度1200万元 贷款以打7折计 房屋总额约1800万元以下补贴 政府要补贴中低价位 房贷足并非豪宅 粗估至少40万户 补贴期限一年 至于租金2.0将会放宽 18岁大一学生适用 目前教育部对大学生住宿补助 1200元到1800元 内政部租金补贴约2400元到3600元 内政部和教育部将延商 将门槛调制一致化 最快6月开始实施 另外租屋族需拿房东个人资料 才可以申请租金补贴 未来可能由房东自行申报 若无房东资料 会有更便利租客申请方式 社会住宅方面 中央继续扩大推动 未来人由中央地方合作新建 有关新建成本奏增等课题 有必要会协助解决 他会补贴名下只有一户自用住宅的民众 我就突然想到我们 之前不是有聊过 有一些为了要避免囤房税 所以他把房子转移出去 那这样他是不是有可能会被补贴到呢 因为他的房子已经不在他名下了 他很赚 有可能 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他的牌服务条款 要让你的收入在150万以下 其实除了刚刚讲的那个 还有很多有可能 有些中小期的老板 他并没有打自己的薪资 那所以他也有可能是 不住的人 你的牌服务条款 没办法排得很干净 但是你起码有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 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不是说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点的唯一方向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目前补贴这一年 那一年之后 那可能要看有没有在超收吧 这个是很有可能大家会想的嘛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年有补助 那今年的额度满了 明年也有补助 年年都有 那并且呢 只能为期一年的补助 那我觉得这个 你感觉是一个长期长远的政策 但是你就只补助今年 好奇怪 就是你很难不去想到说 那今年超收的一个问题 要预算花不完的问题 准备要选举的一个问题 你就很难不去往这个方向想 而且我们不是还有三百一年租金补贴没有用完吗 想办法要用嘛 要造成 我好像补助出去很多了 这种感觉 那你一般实施了也没有补贴出去 好像有点怪嘛 可是回到我们前面几则 有讲到一个就是新的三支件的问题嘛 这就是那三支件 那这三支件就是跟我们前面几则讲的一样 你光是租金补贴 到底有谁真的能够被补到啦 那有可能大四那一年啦 因为他大学生都适用 所以你房东都要注意了 你读大四了 你有要考研究所吗 你要确定耶 你确定你读得到 他跟你讲说 对啊 新竹市市长都读得到 我也读得到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你房东要多注意一下 大四那一年 他有可能跟你冲亢 也就是说很多大四的 就会自动的被房东提出去了 你要小心耶 你要确定你能毕业耶 你不要言毕耶 再修一年你就看 我就不租给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助 不一定能到租屋的人的手上 那因为他现在就是把那个年纪下放到18岁嘛 就你大一就可以用 所以很多的房东可能就会比较愿意租给大一的 可是大一的会不会去申请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 你知道什么 因为从高中出来刚读大学 社会是还没有很懂嘛 啊就跟他补下去啊 就二年级没有地方住 就是有这种可能啦 没关系啦 二年级再讲啦 搞不好我也读不到二年级 这个开玩笑啦 那就跟之前讲的 那社会住宅大力推动哦 但是有很多成本的课题 我们在讨论嘛 所以得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大力推动 但我成本也没办法降 这样很奇怪 你看我补贴原本可能就有钱的人 但是我现在却喊着我的社会住宅没有预算 中央如果真的要大力推动社会住宅 他有什么样方法去让新建成本骤降呢 那他就想办法控制物价啊 因为你看嘛他如果他这个预算像你刚刚讲的 他可以到处乱用的话 他为什么不拿那个预算拿来去控制台湾的物价 你不用控制多嘛 就是你控制假设如果我让诞价变便宜 全台湾人都受惠 但是新闻炒作出来很好笑 我们某某院长上任最大增机让诞价变便宜了 这就变成不是议题嘛 感觉不像诞价嘛 但是我让我房价下跌 有的人住得起 感觉好像这个就比较厉害一点点 比较有感 对其实有时候解决问题 你可以往先低一点地方解决 那都是人民的问题 再来是但是全台湾人都用得到的 但是选择去处理这个房市的问题呢 感觉上比较高大上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我们要出来选台湾的这个领导者的 那他跟你说 我保证我上任之后 诞价一定会下跌回原本的一半 你选他吗 我也会有一个淡淡的哀伤 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 但都是个议题 真的就叫烦恼了 所以啦这是回应到我们之前讲的 那三支箭感觉上面 应该这次射出去 也不会射到郑中红星啦 但它会是一个炒作的议题啦 炒作什么呢 当然是我觉得政绩啊 选情啊 比较有可能啦 但是感觉上实质的帮助 不太够啦 尤其刚刚的讲那个房贷补贴 我们在前面几则刚好有讲过 那你这样买不起房的人 他还是只能在旁边 流的口水看啊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 旁边 916-264-233-243-334-354-213-173-184-234-233-233-224-235-234-235-233-283-255-225-233-285-231-236-234-233-3246-236-235-236-236-266-235-257-236-236-245-237-236-266-236-246-246-236-236-237- Markt